2023年韩军女神相继回归 像是黑暗荣耀宋慧桥代理公司李宝英等 都因带来新作引起了不少话题 宋慧桥和李宝英两人都已经进入四世代 状态却都保持得非常好 近期不仅宋慧桥因童年旧照引发热议 李宝英也凭数十年如一日的动灵美貌受到瞩目 以下这里六位韩军女神童年旧照 其中宋慧桥从小美到大 李宝英嫖恩兵气质好 孙一珍玩玩笑眼超迷人 韩剧女神童年旧照宋慧桥 宋慧桥近期在新剧《黑暗荣耀》里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暗黑新面貌 很多观众看到宋慧桥的演出都感到非常的惊艳 纷纷称赞宋慧桥这次转型成功 复仇女王的形象很适合她 而日前宋慧桥还因以前曝光过的童年旧照引起热议 宋慧桥小说五官就很精致 穿上韩服戴起头饰时 更是藏不住脸蛋的精致感 宋慧桥的五官和脸型轮廓其实没什么变化 漂亮灵动的桃花眼极具魅力 完全是从小没得大 就算只是一张简单的回眸照 宋慧桥都能看起来像是在拍画报 让不少网友直呼 宋慧桥根本出生就是要当艺人吧 韩剧女性童年旧照李宝英 李宝英继2021年的《我的上流世界》后 时隔两年以新剧代理公司回归 剧中李宝英换上短发造型 扮演气场世俗的直吵女强人 李宝英在代理公司里 还有演出角色的过往故事 而李宝英绑起马尾 装扮朴素的模样 让不少观众一看 都梦回十年前的电视剧 《我的女儿瑞英》 也使李宝英因超动力的美貌 引起热议 李宝英今年44岁 但脸蛋就像吞了防腐剂一样 真的都不会老 也完全看不出来 是生了两她的妈妈呀 李宝英是外貌清新自然的韩剧女神 而其实李宝英小时候就很有气质 肉嘟嘟的脸颊 看起来有种可爱呆萌的魅力 学生时期则像是位 温婉甜尽的笑话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孙一珍 说到韩国美女代表 很多人一定都会描想到孙仙 孙一珍20年代时的颜值 可以说是传说级的美貌 至今仍经常被网友翻出来讨论 而孙一珍童年非常可爱 是很开朗爱笑的小女孩 看看这招牌甜美笑容 和蛮蛮的笑眼 和现在的孙仙一模一样 孙一珍完全是个母胎美人 和现在相比 孙一珍的脸型五官几乎没变 根本是等比例长大 这几张旧照 真的一看就知道是孙一珍 不论是童年还是长大成人后 孙仙都一样非常讨人喜欢 从小温柔到大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朴恩斌 朴恩斌也是五官等比例放大的母胎美女 小时候外貌清秀可人 小学时期看起来有种模范生的端庄气息 笑起来时 嘴角的弧度也完全没变 朴恩斌是童星出身 四岁就作为童装模特出道 身上自带一股乖巧文雅的气质 而五官展开后呢 朴恩斌也有变得更甜美的感觉呢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朴幸慧 童性出身的朴幸慧 也是从小美到大的女性代表 小学毕业时就很甜美可爱 是一位有着浓眉大眼的标准小美女 小说的朴幸慧也是俏皮可爱的元气少女 甜美笑容根本没什么变呀 朴幸慧13岁时已成为童星出道 童星时期的朴幸慧脸上婴儿肥未消 一双大大的桃花眼 让朴幸慧看上去青春又可爱 真的是越长大越美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全志贤 全志贤是经常因动灵美貌 迎接话题的韩剧女神 而全志贤童年颜值就很细精 五官符合黄金比例 看上去清新又自然 还有种知性美的气质 顺道一提 全志贤的高春旧照也很惊人 白系肌肤加上青春五官 完全就是笑话等级的美 且岁月几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从二十代 三十代到四十代 全志贤除了气质变得更成熟 脸蛋根本没什么变 美貌数十年如一日 神仙颜值超能打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金氏正 高颜值的金氏正 也曾公开自己童年时期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 正吃着冰淇淋 看起来就是个鬼灵精怪 十分活泼的孩子 虽然小时候皮肤又黑 跟现在白系模样不太一样 不过可爱的卧蚕 以及笑起来的月眼眼 也看得出来是金氏正 另外在这张照片中 你要的金氏正坐在滑梯上 可爱的眨着眼睛白姿势 模样十分的俏皮 这张照片试出后 许多网友都表示 金氏正小说的样子 让人想起格斗选手 邱承轩的女儿邱小爱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韩国顶尖solo女歌手 不仅有治愈人心的好歌喉 主持 演戏 创作 样样都通向 根本就是全的女神吧 爱佑刚出道时 还带着稚嫩的baby face 后来因为瘦身 五官更立体 甚至还被怀疑整形 不过看到爱佑小时候的照片时 许多网友都纷纷为她平反 一看就是没整形呀 真的一点都没变呢 好可爱 从小就有白皙肌肤 圆润的双眼 加上那个平眉毛 根本完全没有差别嘛 小时候的爱佑 脸颊肉嘟嘟 真的是超级可爱呀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李圣经 意外75公分的李圣经 以模特出道 拥有相当亮丽的外形 独特的气质 转战戏剧圈后 更是圈粉无数 化妆品牌代言接不完 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 只能说圣经天生 就自带高冷气质 即厌世眼神 那个眼神 即硬涛小嘴儿 还有那个小小的鼻子 辨识度太高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是小圣经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金太戏 金太戏在上二时期 标志的五官已经出现 大大的眼睛充满了灵气 皮肤也非常的白皙 到了青春期后 婴儿肥渐渐褪去 五官更加立体 如今的金太戏 一瓶笑都充满了成熟女人范 黑色的薄纱 半透式连衣裙 非常适合金太戏的气质 裙子腰间 采用了收腰的设计 将金太戏的身材 曲线完美的勾勒出来 如果是黑色裙装的金太戏 是高贵 那么白色裙装的金太戏 就是优雅的公主 金太戏穿的这件白色连衣裙 有一点高领的设计 镂空的花纹 让整条裙子充满了高级感 韩军女星童年旧照 金索炫 金索炫以童心出道 不仅从小就有精湛的演技 她也是从小美到大的母胎美人 尤其是那双圆滚滚的戴眼睛和鼻梁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网友们纷纷表示 金索炫从小就美 我想有个这样的女儿 韩军女星童年旧照 金玉珍 四岁就出道的金玉珍 小时候应在一支眉 风之画色韩剧中 展现出惊人的演技 获得SBS演技大赏童心奖 金玉珍从小就有一双 小鹿般的大眼睛 极皱皱的脸颊 小编看了 真的觉得好可爱呀 非常惹人疼的外形 难怪可以成为童心出道 韩剧女星童年旧照 李世荣 李世荣的美貌 在韩国评论网 引起了高度讨论 因为李世荣小时候 那个年代 时常有绑架案 父母担心女儿太漂亮 而遭到绑架 认为如果大众都认得 她的脸就很难被绑走 因此就让她 以童心的身份出道了 网友纷纷留言 表示赞同 那个年代 发生了很多 令人发指的事件 所以没关系 生活中没有黑历史 她真的很漂亮 不得不说 韩云的女明星 个个都是吃防腐剂 长大的呀 你最喜欢哪位明星呢